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齐老师 现在让我们一起上课吧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来 同学们 看一看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 小天一 请你说 古代的战争 请坐 这是古代战争的场面 我们在电视上或者电影中 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是不是呀 在古代 边关的战乱频繁 战边的将士们常年征战在外 不得回乡 面对这样的境况 你会说点什么呢 你的心里边会想到什么 张孝明 你说 我想说 如果世界上没有战争 那该多好啊 请坐 是呀 从古到今 如果没有战争 人们都能和平 都能够与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多好呀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看看 诗人王昌龄又发出了怎样的开态 接下来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王昌龄的诗 初赛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王昌龄 王昌龄自少博 圣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 后人欲为七爵胜首 王昌龄自少博 王昌龄 王昌龄的诗 与高氏王之焕齐名 十位王江宁 代表作有从军行其首 初赛 归院等等 初赛这首诗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创作的呢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初赛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 初赛是岳府旧题 王昌龄所处的时代正值圣唐 圣唐也就是是唐朝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是唐朝在他的整个发展 整个唐朝统治时期中 最经济上最繁荣 政治各方面 也就是说最好的时期 最鼎盛的时期 那个时候我们就称它为圣唐 这一时期 唐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取胜 全民族的自信心极强 编赛诗人的作品中 多能体现一种 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 同时 频繁的编赛战争 也使得人民不堪重负 渴望和平 出赛正是反映了人民的这种和平的愿望 请同学们打开书 翻到94页 先听老师读第一首诗 初赛 请大家在老师读的时候 看准这里面的生字 初赛 唐 王昌陵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始龙城 飞降在 无叫狐马 渡阴山 好 同学们 来 我们首先在你自己朗读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当中出现的这几个声字 来 看第一个声字 它读什么 赛 赛 文中的词语是 边赛 嗯 初赛 在这里的赛指的就是边赛 第二个字读 寻 寻朝 嗯 秦时明月 汉时观 秦就是指的 秦朝 这个字读 争 争读 争战 这个字读 团 还 还 有一句诗叫 飞鸟 相 云 还 就是回的意思 来 我们完整的把这几个声字和词语读一遍 边赛 注意读准字音 预备 开始 边赛 秦朝 争战 争战 飞鸟 相 云 还 在这首诗 在这首诗当中 这几个字是多音字 好 我们来看 在本诗当中 万里长徐 万里长征 人 为 什么 还 对 还 那你知道 他的另外一个读音读什么吗 小天音 请你说 还 还有 好 请坐 对 还有 还是 他另外一个读音 比如 还 我们可以用在这样的句子里面 他就读还 我们一起读 不管刮风 还是下雨 预备 读 不管刮风 还是下雨 他从未迟到过 再接着看 初赛的赛 他也是一个多音字 在赛外 边赛 他读 赛 他读 四声 对 他读四声 赛 来 我们一起读 赛 赛外 边赛 对 赛外 边赛 也就是比较边远的 接近于国界的地方 那就叫边赛 来 我们看看 还有一个读音 读作 塞 可以主词 塞车 平塞 塞车 平塞 这就读塞 还是塞字 也是读塞 他还有第三个读音 我们看他的第三个读音 读作 可以组词 闭塞 阻塞 毛色 顿开 来 我们一起 把他的三个读音 来读一遍 塞 塞外 边塞 预备 开始 塞 塞外 边塞 塞 塞车 平塞 塞 闭塞 阻塞 毛色 顿开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诗当中有三个声字 要求我们要会写 先看一下这三个声字的读音 第一个读 塞 第二个读 其 第三个读 尖 尖 好 我们看这三个声字 我们首先给它们分一下类 第一个字读作 塞 第一个字读作 塞 塞 在本文中他读塞 好 再读一遍 塞 塞 这个字是什么结构呢 上下结构 对 这个字是上下结构 琴 也是 上下结构 只有中 是什么结构 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字的写法 来 请大家看第一个字 初塞的塞 边塞的塞 这个字在写时一定要注意 上面第二笔是点 第三笔是横钩 不要写成横折 另外下面在写时这是几横 几横 三横 写完两横写两竖 最后再写第三笔横 撇 那 要 拉开 来看第二个字 琴 琴在写时 这三横你观察一下 它在塞子阁中站的位置 另外 看一看这三横一样长吗 哪一笔横最长 第三笔横最长 中间的一笔横 最短 撇 那 要拉开 它的下面 是合的变形 最后一笔 那要变成什么 要变为点 就是琴 琴 琴潮的琴 最后一个字 争 非常简单 我们要注意它右半部分的笔顺 横 竖 短横 竖 横 好 请同学们打开你的练习本 在本上把这三个生字各写两遍 请开始 好了 写完请坐举 学会了本课的生字 下面就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这首诗 读准确 读流畅 来开始 朱子 朱子 好 王昌岭 琴时 冰月 汉时关 万里 长征 人未还 代誓 楼城 飞降在 无脚 无马 渡 阴山 好 老师请一位同学来给大家读一读 谁来展示一下 杨一博 请你来 初赛 唐 王昌岭 琴时 明月 汉时关 万里 长征 人未还 但是 龙城 飞降在 不叫 狐马 渡 阴山 好 最后一句再跟老师读 不叫 狐马 渡 阴 山 在这里他读四声 叫 来 再读 不叫 狐马 渡 阴山 好 请坐 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不叫 狐马 渡 阴山 预备 读 不叫 狐马 渡 阴山 好 棒极了 来 一起读一遍 初赛 唐 王昌岭 预备 开始 初赛 桃 王昌岭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 飞降在 不叫 狐马 渡 阴山 好 同学们读得非常棒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题目 初赛 初赛是王昌岭早年复西域时所作 初赛是岳府旧题 这是唐代诗人写边赛生活的诗常用的题目 如果我们去看唐朝的诗作里面有很有好几首都是以初赛来作为题目的 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前两句 刘思源 来请你读给大家听 请坐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我们来看 这第一句中 秦时明月 汉时观 秦 秦朝 汉 汉 汉朝 那这只是说秦朝的明月和汉朝的边关吗 同学们想一想 这句诗你怎么来理解 好 我们来看 这句诗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度 秦时明月和汉时观是护文的写法 这句诗的意思是秦汉时期的明月照着秦汉时期的边关 作者作者 作者作这首诗 作者作者送出We aligned 他是唐朝 唐代 那么这边关 自古以来就是边关 推到很多很多年以前 秦朝的时候 这里就是边关地带 汉朝的时候也是边塞 常常发生战争的地方 所以说他所在的这里的边关 秦汉时也是边关地带 所以作者才会说 秦时明月汉时关 关就是指的边关边塞 边关就是指这个国家 与国外或者说与外面接壤的地方 就叫做边关 往往有很多的有敌人侵略的时候 他首先要经过哪里 边塞的边关城市 对不对 所以边关边城是征战最多的地方 那么诗人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说这边关 秦汉时候就是这样的边关 明月依然照耀着秦汉时期的边关 那么想一想在秦和汉的时期有明月吗 当然有啊 所以作者才会写秦时明月汉时关 来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句话的意思 预备读 秦汉时期的明月 招着秦汉时期的边关 大家看 这幅图上有月亮 有边关 结合这句诗 结合这句诗 再结合这幅图 同学们 你觉得这边关是什么样的边关呢 你能否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他 看看他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的边关地带 人是多还是少 是荒凉还是繁华 是繁荣热闹 还是非常的萧条冷落 杨一博 你来说说 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边关 请坐 这里人烟稀少 你还想到什么词 这边关 孤零零的 这是寂寞的边关 这边关 人烟稀少 这是什么样的边关 荒凉的边关 还是 冷清的边关 还是 孤独的边关 所以说 这第一句诗 诗人带给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感受 夜深了 一轮明月 照耀着 清冷荒凉的边关 提起这明月 我们就会想起 其他描写明月的诗句 同学们想想 一提到明月 你会想到什么诗句 想想写明月的古诗 想到了吗 比如李白的 静夜思 你想到了什么 杨一博 请你说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好 请坐 写明月的诗句 有很多 比如 巨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再比如 读第二句 再读第三句 读 春风又绿江南 明月何时照我还 同学们想想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诗句 你有没有发现 诗人笔下的明月 常与什么联系在一起 刘思远 请你说 常与怀念家乡 联系在一起 很好 请坐 你感受到了 是啊 举头望明月 抬头看见那一轮明月 低下头 更加思念故乡 路从金叶白 月是故乡明 无论走到哪里 都觉得是故乡的月亮 最圆最亮 明月何时照我回到家乡 所以说 一想到明月 我们自然就会想到 诗人那思念家乡 思念亲人的情感 诗人写明月 往往都是表达 思乡之情 远离家乡和亲人 守卫边疆的将士们 把思乡之情 怀人之情 都寄托在了 这一轮佼佼的明月上 秦时明月 汉时观 那么他们能回到 日思月想的故乡 与亲人团聚吗 能吗 大家觉得能吗 为什么不能呢 你从哪里发现 秦时明月 汉时观 刘思源 请你说 我从我从下一句 万里长征 人未还 这一句 觉得不能回到家乡 请坐 是啊 下一句诗就是 一起读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万里长征 人未还 明月 还是秦汉时的明月 观赛 还是秦汉时的观赛 自秦汉以来 无数的将士 战死沙场 未能回还 这就是前两句诗 告诉我们的 尽管战士们 尽管将士们 日夜思念着家乡 他们只能把一腔 思乡之情 摇替明月 而不能回到家乡 与亲人团聚 自古以来 有很多的将士 战死沙场 他们最终 也未能 回到自己的家乡 来 让我们再来 带着这样的感情 读一读这首诗 的前两句 秦时明月 预备 开始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赞未还 在这两句诗里 作者 把情和景 交织在一起 容情入景 让我们 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 边关的凄凉 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了 边关将士那份思念家乡的情感 在战争 在战争频繁的边赛 守官的将士们在盼望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后两句 来我们一起 来我们一起读 但是龙城 飞降在 预备 开始 但是龙城 飞降在 不叫 狐马 杜音山 理解这两句诗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两句诗中 对于一些关键词的理解 首先我们看 龙城 是什么意思 快速读一遍 龙城 那我们知道 就是指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名 来看 飞降 指的是谁 汉朝 匈奴 惧怕他 他是汉朝非常著名的一位将军 因为匈奴特别惧怕他 他多次与匈奴人交战 非常勇敢 所以匈奴就称他为 飞将军 这里泛指英勇善战的将领 这就是飞将军 李广 再接着看 狐马 指的是什么 当时汉朝 当时内地和外族间 常发生战争 狐马 在这里 是指 侵扰内地的 外族的骑兵 我们往往好说 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电影的时候 好说 狐人 也就是外族人 他们不是汉族人 他们是常年在骑马 在马上生活 所以呢 比较 威猛 他们的生活习惯 也与内地人不同 所以当时汉人 就把他们统一称为 胡人 狐马 就是指的 在汉人的眼中 就是指的 侵略者 就是指的 侵略内地的 那种入侵者 再看 殷山 不叫狐马 渡殷山 殷山指的是哪里呢 它位于今天的 内蒙古自治区 是中国古代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 屏障 殷山 殷山以北 就是游牧民族的 生活的地方 游牧民族 他们就是 不固定 然后是牧民 就是常年骑马 他们常年骑马 然后吃的食物呢 多是肉食一类的 所以他们比较威猛 那么他们呢 就有的时候 就渡过殷山 侵入内地 来进行 抢东西 甚至抢人 所以 我们 古代的时候 人们就把这个 殷山 作为抵御他们 来侵略的 一个屏障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诗 是在讲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 但始龙城 非将在 但始 是什么意思 一起说 只要 只要 刚才我们说了 非将 指的就是 非将军 离广 不叫 狐马 渡阴山 叫是什么意思呢 令 使 这就是 叫的意思 那 这两句诗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 来 我们一起读一读 只要像 预备 开始 只要 只要像 汉朝 离广 那样的 将军 镇守 边关 就可以 抵挡 入侵的 敌人 不叫 他们 越过 一山 半步 这就是 后两句诗的 意思 那我们看看 但始龙城 非将在 不叫 狐马 渡阴山 这些 手边的 战士们 他们在 盼望 谁呢 汉朝的 非将军 谁呀 离广 是 那么 离广 是一个 什么样的 将军呢 离广啊 是一位 英勇善战 勇猛 无敌的 大将军 因为 离广 英勇善战 让匈奴 闻风丧胆 不敢南下 渡过 殷山 入侵汉朝的 边疆 所以 人们 将士们 才会盼着 有这样 应用善战的 将军 在这里 那么 就 不叫 狐马 渡阴山 来 我们一起来 读一读 这首诗的 后两句 礼拜 读 但是 龙城 非将在 不叫 狐马 杜 杜 杜 阴山 手边的将士们 虽然远离家乡 九死一生 有着对战争的憎恨 对朝廷的埋怨 这种情感 我们从诗的前两句 感受到了 秦时明月 汉时官 万里长征 人未还 尽管如此 但他们仍然希望 像李广将军那样的大将 能够到来 带领他们英勇奔战 守卫边关 同学们 由此 你感受到什么 你体会到了 这些守卫边疆的战士们 守卫边关的将士们 他们一种 什么样的情怀呢 尽管他们 抱怨战争 不能让他们回家 但是 他们依然希望 这样的将军到来 能带他们打胜仗 能带他们 守卫边关 不让敌人入侵 能够 保卫自己的国家 你觉得 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怀 同学们 来 一起读读吧 守边将士 预备 开始 守边将士 建功立业的愿望 和保卫国家的壮志 是啊 这很简单 从这里 我们不能感受到 他们的爱国情怀吗 正因为他们 热爱自己的国家 正因为他们想要 建功立业 保家卫国 尽管他们不能回家 与家人团聚 但他们依然想着 要奋勇杀敌 守卫边将 这就是我们 守卫边关的 将士们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这就是边塞 师共有的一个特点 悲凉之中 流露出壮美 具有勇往之前 无所畏惧的气概 思念亲人的哀怨 保家卫国的壮志 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化作了 王昌龄的初赛 同学们 王昌龄的初赛 是一组诗 这是王昌龄的初赛 第二首 我们看一下 在这首诗中 诗人是这样写的 流马心跨 白玉安 战霸沙场 月色寒 城头铁骨 升游阵 侠里金刀 血未干 那么这首诗 又描绘了一幅 什么样的情景呢 将写 将军 刚跨上 配了白玉安的宝马出战 战斗结束后 战场上只剩下凄凉的月色 城头上的战骨 还在旷野里震荡回响 将军 刀侠里的宝刀 刀上的血迹 仍然没有干 描述的就是一个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将军 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壮美的战争的场面 这就是王昌明的第二首出赛 如果有兴趣的话 同学们把第一首诗学懂 备会的基础上 也可以把他的第二首出赛 积累下来 好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 同学们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请坐